我沒有自自烏烏 我在當下覺得這是一個蠻嚴肅的問題 我們要嚴肅地面對 但是韓市長面對很多爭議性的議題 倒是有躲躲藏藏 您說您在回應網軍問題的時候都自自烏烏 他說如果有500個網軍就要500萬 那錢從哪裡來 唉 我就想說為什麼今天沒人問這個問題 我沒有自自烏烏 我在當下覺得這是一個蠻嚴肅的問題 我們要嚴肅地面對 倒是韓市長面對很多爭議性的議題 倒是有躲躲藏藏 倒是有的 那我倒是要說 這個關係大阪辦事處的這件事情 是一個境外的假消息 所衍生出來一個不幸的事件 那我也希望我們全體的社會 都從這個事件裡面去得到一些教訓 不要讓假消息來破壞我們社會的和諧 不要讓假消息造成我們社會的對立 那倒是 就是說從去年選舉以來 中國的網軍介入台灣的選舉跟台灣的各個層面 這件事情我們國內外的媒體報導的非常的多 那這一些中國網軍的介入其實都會對韓市長是有利的 但是韓市長對這些倒也沒有特別的評論 那採取一個迴避的態度 那至於就是說我在網路上的聲量 其實主要的還是大部分來自於我的臉書 那這個臉書是從2008年我們就開始經營的 歷經了幾次的選舉 那我們現在臉書大概有250萬人的參與 那它是我們主要聲量的來源 再加上這幾年來 我們有很多的熱情的支持者 或者是裡面相同的支持者 他們在網路上也會替我發聲 也會替我澄清事情 那這一些都是我的主要網路聲量的來源 我倒是覺得是說 有一些人認為不同的意見就是網軍 這並不可取